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弟将年迈父母丢给兄长 经营的舅舅和亲友的赞美 真相竟如此令人震惊 你见莫见过这样一种人 他其实并不孝顺 可是一直维持着孝顺的形象 还要说兄弟不孝顺 他其实很孝顺 但是他只会做 不会到处说 外人反而误会他不孝顺 关键是 父母还不愿意澄清这样的事情 这又是魏石魔呢 在北方的很多地方 端午节是要回娘家的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习俗 又是一年端午节 由于父母刚好轮到在自己家里住 父母已老 临山已经买好了礼品 收拾好一切 准备回娘舅家 可是还没有等他出发 两个舅舅和一些表兄表弟竟然一起先来到了他们家 临山的弟弟林水和弟妹陈氏也在后面跟着 临山感觉略微奇怪 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是依旧笑脸相迎 将众人接到了屋子里 一起到了父母居住的地方 大舅二舅 你们怎么来了 临山看着众人或坐在凳子上或坐在床边都落定后 这才开口问道 他总觉得奇怪 这几个人的表情有些不对 至少没有一个人有笑脸 怎么 我们不能来 大舅搭拉着的眉毛一挑 发出一声冷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今天不是端午节吗 本该我回去看两位舅舅的 临山感觉到大舅的语气不善 可还是笑着解释 哈哈 你外祖父外祖母都不在了 你父母也老了 看不看我们这帮老东西 其实都无所谓 不用假惺惺的 二舅摇了摇头 将临山父母的被子掀开 仔细看了一遍 皱了皱眉 终究没有说什么 二舅 这又是从何说起呀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临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明白两位娘舅为何对他这个态度 这来是汹汹 分明像是兴师问罪一般 临山将求助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弟弟临水 然而临水像是没有看见一般 自顾地坐着 拉着临父的手低声说话 面带笑容 至于说了什么 临山压根也听不清楚 误会 这有什么可误会的 大舅的目光像刀子一般 凝视着临山的眼睛 沉声问道 临山 我问你一个事情 你可愿意借着再养你爹你娘一年 临山点了点头道 自然是愿意的 只是 大舅那花白的头发 似乎要倒竖起来了 寒声道 只是什么 临山指了指临水和临水的妻子王室 解释道 父母老了 生活不便 需要人照顾 当初我们兄弟两个商量好的 温流来一家一年 哦 大舅逼试着临山 问道 你的意思是 接下来这一年 该临水一家养你爹你娘了 临山点了点头 大舅勃然大怒 猛然拍了拍床帮 呵斥道 你是不想孝顺父母了 临山连忙道 大舅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说 该轮到弟弟一家了 临水也跟着急忙开口 劝解道 大舅 话可不能这样说 不肖可是重罪 兄长怎么可能会不想孝顺父母呢 这话可不敢在外面说 就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临山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临水 这什么意思 看似是为了临山好 实际上那句 我们自己知道就行 却在说临山真的不孝 只是不能出去说罢了 大舅摇头叹息道 一母同胞 兄弟二人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呢 临山啊 到了这个时候 你弟弟还在给你说情 还在给你打掩护 你身为长兄 本该更有担当 为何不能向你弟弟学一下呢 临山总觉得 这话不对 想要反驳 然而 大舅却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大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直接问道 你们是兄弟两个 可以轮流赡养父母 有些人没有兄弟 只有自己一个 难道便不管年迈的父母了吗 告诉我 需不需要关 临山无奈地点头 大舅冷哼道 知道就好 你身为长子 身为长兄 本该为自己的弟弟 和子之一辈 做出榜样 做出表率 且记住 一辈不孝 贝贝不孝这个道理呀 大舅说的对 是这个道理 临山挠了挠头 不太明白 娘舅嫁的人 为何突然间跑来 如此数落自己 不过 毕竟是自己娘舅 他没有反驳 大舅叹息了一声 继继续道 你呀 小时候还是懂事的 人也实在 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但是 身为你的舅舅 有些事情 还是不愿意 走到那样的地步 接下来的一年 就让你爹娘 接着住在你家里吧 临山想了想 说道 舅舅之命 山儿自然不敢不从 只是弟弟那边怎么办 会不会让外人说闲话 说他不赡养父母 大舅正正地看着临山 一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表情 伸出手 就像一巴掌伸过来 不过 最终还是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了心中的暴怒 二舅走了过去 拉住了大舅的手 阻止了这一切 看着临山说道 山儿啊 孝顺父母 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要讨价还价 你是有兄弟 可是 那些没有兄弟的呢 这个道理 既然你懂 接下来这一年 我姐和姐夫 就继续待在你家吧 我们是为你好 临山点了点头 同意了 他其实本来也觉得无所谓 只是原本就和临水分好了 一家一年 所以 他才疑惑了半天 不过 临山中就是看出来了 今天这些人 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他不想与两个舅舅之间发生冲突 毕竟 父母确实是他的父母 他也本该孝顺 本该赡养 虽然不知道 中间发生了什么 但是 两个舅舅只是让他多赡养一年父母 他也不觉得有什么 毕竟 本就是他的父母 好自为之吧 父母养你不容易 莫要让他们老了的时候 血伤了心 大舅起身 拍了拍临山的肩膀 向外走去 二舅过来 想要说些什么 终究没有说 只是叹息了一声 摇了摇头 跟着大舅出去了 其他几个表兄弟都陆续于关而出 林水和妻子陈氏对望了一眼 难掩嘴角的笑意 林山挠了挠头 还是追了出去 赶紧将原本段午节准备好的礼品 塞给了几个表兄弟 让他们直接带走 自己也不再跑一趟了 他有些事情还要想清楚 送走了一众人等 过了一会儿 妻子审视回到了家中 疑惑道 我刚才似乎远远地看见了舅舅他们 还有二弟一家 林山一边将一草挂在门上 一边说道 就是他们 我把礼质接给他们了 我就不去了 你今天回娘家吧 不用等明日了 因为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 林山和沈氏原本打算是分开走亲戚 端午节的当天 林山去两个舅舅家 沈氏留下照顾公公婆婆 等过了端午 沈氏再回娘家 行 听你的 沈氏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端午本就是要回娘家的 能不耽误 自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他一边收拾 一边好奇地问道 舅舅他们今天怎么突然过来了 是路过 顺便看看爹娘吗 林山叹息了一声 摇头道 不是 两个舅舅过来 是想让爹娘 再在我们家住上一年 闻言 沈氏脸上的笑容消失 眉头立刻皱了下来 你答应了 林山沉默 没有说话 但是沉默便是答案 沈氏一言不发 继续收拾东西 弄出来的动静很大 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林山跟在沈氏后面 不敢妨碍沈氏 但还是将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 他只能答应 否则 就会被人说不笑 沈氏将两个篮子装满 这才缓缓支起了腰 看向林山 出了一口长气道 你是知道我的 我并不是反对赡养父母 林山点头道 我明白 你是觉得不公平 毕竟 当初说好的 一家一年 沈氏苦笑着道 我的笨相公啊 这重要吗 二弟一家照顾的不行 咱们去年江低娘借来时 两个人身子骨太弱 若非我们悉心照料 或许都熬不过去碎冬片了 所以 即便只让我们一家赡养低娘 我也不反对 只是 是非曲止 总要说明白吧 林山眨了眨自己的眼睛 一片迷茫 显然没有懂妻子沈氏的意思 沈氏看着林山茫然的样子 不由得笑了 自己当初就是看上他这个模样的 并非是林山不够聪慧 只是林山不喜欢用恶意去揣测别人罢了 他解释道 舅舅他们为何来 为何忽然尖书落泥 为何二弟两口子也跟着他们来了 林山 这 沈氏冷笑道 一开始 那些风言风语传到我耳朵里时 我还跟你提过 你却不相信 现在 事情已经发生 事实摆在眼前 你还是不信 林山怅然一叹 很是失落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各有各的朋友 和相互交好之人 此前 会有人偶尔对沈氏说 林水和陈氏两口子 经常在外面自卖自夸 言称他们自己对老人 是如何孝顺的 他从来都不是笨人 相反十分聪明 只是他只聪明 不愿用极大的恶意来揣测别人罢了 何况还是自己的兄弟呢 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因而 他每次听到沈氏说到这些 总是阻止 不愿过多提及和谈论 沈氏看到林山那失落的样子 心中觉得悲凉 明明他们夫妻二人是做事的人 结果 做事的人却不如会说的人 还让误会他们的付出 这去哪里说了呀 他叹了口气 转身进了林山父母的房间 直接到了林山的父亲面前 问道 爹 二弟带着舅舅他们来了 这些年下来 究竟谁孝顺 谁不孝顺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为何不帮林山说几句话 林府盯着沈氏 一句话没有说 露出一副傻笑的模样 沈氏转头 又看向自己的婆婆 轻声道 娘 你们从老二家回来时 是怎么个样子 你们心中也清楚的 为何不帮林山说两句话呢 沈氏的婆婆 也就是林母没有说话 用被子蒙住了自己的头 沈氏正正地望着这一幕 心中有些抓狂 他们明明是最为孝顺的 最为掏心掏肺的 舍不得吃穿 都给了公公婆婆 结果 最后还落了一个不孝的名声 心中自然是憋屈的 做事的 不如会说的 没有想到 这种事情 在一个家里 竟然都能体会到 沈氏越想越气 直接将林府的被子掀开 又将林母的被子掀开 大声质问道 明明老大最辛苦 对你们最好 舅舅来了 你们却一言不发 这到底是未实魔 沉默 像死寂了一样的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 林府低声道 因为老大比较孝顺 对我们最好 沈氏气急而笑 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林山最为孝顺 因为林山认为 孝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因为林山对他们最好 所以即便林山受尽了委屈 还是要孝顺父母 而身为林山的父母 确认为理所当然 或者是认为 林山不会因为此事 而抛弃他们不管 这不就是典型的欺负老师人 会做事的永远不如会说的 口头上的孝顺 竟然胜过了实际上的孝顺 这让真正做事的人 岂不心寒 林山文言苦笑一声 叹息了一下 进去房间 将沈氏拉了出来 说道 别问了 赶紧去爹娘家里吧 中午太热了 别中午赶路 沈氏瞪了林山一眼 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去外面找了贬单 挑着两个篮子的礼品上路了 林山摇头苦笑 便接着去忙碌了 一直到傍晚 沈氏回来开始做饭 吃了饭之后 林山则是去烧了热水 然后将爱业加入其中 准备用爱水给父母擦拭 泡脚 即便二老身体偏瘫 他也希望二老可以干净一点 可以舒服一点 偶尔 林府和林母 还闹一个小脾气 不想吃饭 或者饭菜不合胃口 就会闹僵起来 偶尔 邻居知道 林府和林母 没有被老二家接走 也会来看忙二老 或者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会来找二老聊天 但是 二老每次提起他们家的老二 每次都是满满的自豪 更是夸赞老二争气 也经常夸赞老二十分孝顺 终于有一天 沈氏再也忍不住了 和林山说起了此事 林山 爹娘不能这样啊 咱们明明付出最多 可是 我听他们和其他人聊天 嘴里全是老二 彭扶他们生活的这样好 都和老二有关呢 林山苦笑一笑道 老人妈和小孩子一样 脾气不定 你多体谅 媳妇儿最好了 沈氏咬牙道 先行行 我忍着 就让你爹娘气我吧 气我一身病 我从来不反对赡养父母 可是 为啥他们 就愿意天天夸一个 根本不愿意养他们的人 林山也不知道如何解释 这也没有办法解释 人谁都不觉得 这是正常的 可是 林父和林母 庞父觉得理所当然一样 隔一段时间 还要闹一次 而且 每次有亲朋好友来看他们 他们就会赞叹老二 都会将一些人 认成老二 甚至认成老二家的孩子 总之 在他们的思维里 似乎只有老二一家一样 有一天 沈氏终于忍不住了 等客人走完 对着林母嘲讽道 一天到晚说老二 想老二 可惜 老二根本不打算养你们 不是吗 似乎是戳中了林母的痛处 林母不像往常一样 将被子蒙在头上了事 而是大声道 我们林家 那就是娶了你这样的媳妇 才会不得安宁 沈氏呵呵一笑 怒道 我给你吃 给你喝 给你洗澡 给你洗头 家里有肉 自己舍不得吃 都给你们老两口吃了 你现在说是因为我 才不得安宁 林母半边身子瘫痪 行动不便 可依旧还是双手撑着床 将自己的头颅抬高 对着沈氏恶狠狠地道 老大是我儿子 你是老大的妻子 也就是我儿媳 养我们 乃是天经地义 你天天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一样 养给谁看呢 心胸根本没有老二家里宽广 丢人 沈氏气不打一出来 真想撒手不管 最后还是忍住了 只能找自己的相公临山诉苦 临山也不知道如何安慰 只能抱着沈氏 轻声道 有人说 人在做 听在看 可我要说 人在做 人也在看 等着吧 沈氏哭泣道 相公 我不是不想赡养公婆 只是 我们对他们那么好 最后还要背负不孝之名 凭什么 会做事 不如会说的 似乎 天下间 很多是很多人 都是如此 可是 临山偏偏偏不信 他没有说话 只是紧紧地抱着沈氏 以示安慰 毕竟是自己的父母 以后自己多出典礼便好了 沈氏冷哼道 都说酒箱不怕巷子深 可是 如果巷子足够深的 再好的酒 你放到十万八千里之外 在这里 你估计也闻不到酒香 临山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时间一晃 便过去了一年 又是一年端午节 本该代替父母回娘舅家的 临山却没有任何动作 反而陪着沈氏 回了一趟老岳父的家里 家里没有人照顾 他便拜托左邻右舍 前往照顾自己的父母 当然 一应吃食 全部准备好 且不说村子里 即便是附近的镇子上 都可以说是最好的 而且 临山还将自己的女儿 和在县学读书的儿子 全部叫了回来 让他们照顾爷爷奶奶 临山的儿子 名叫林勋 虽然读书一半 但是有一个刚直的性格 姐姐林宇不太放心 便租了房子 一起陪着林勋读书 希望林勋 未来可以在科举路上 走得更远 临山没有去娘舅家 老二临水 已为老大临山去了 便也没有去 过年的时候 临山依旧没有替父母回去 时光荏苒 岁月如缩 时间犹如白鸡过戏 匆匆便是两年 无论是端午节还是过年 临山都没有去娘舅家 这天 林府和林母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生病之后 要是难医 时隔两天 先后去世 临山只能将父母的丧事 一起操办 可是临山报丧的时候 却没有通知林水 也没有通知自己的两个舅舅 和那些表兄弟 自己一力承担了所有 不过 临山所在的村子 那些乡亲还是来了 这叫乡亲礼 而且 周围的镇子和村子 那些和临山交好的 或者受过临山恩惠的人 都齐齐前来 即便是临山没有通知他们 他们也自发前来 为林府和林母送行 或者说 他们不是为了送行林府临母 只因为 他们有一个儿子叫临山 本来 林府去世第五天 便该出殡 然而 林母去世 猝不及防 临山想了想 便准备等到第七天 让父母两个人同时出殡 时至冬季 天寒地冻 倒也不担心 有任何意味 一直到出殡当天 已经起零 村里帮忙的中年人和年轻人 都抬起了棺果 一路向灼焚的出发 哭声震天 可是 到了半路之上 送葬的队伍 却被人拦住了 拦住送葬队伍的人 正是林山娘旧家的人 以及林水夫妻 还有他们的儿子 林山叹息了一声 拄着满是白纸的拐杖 走到人群的最前方 向着大舅和二舅行礼道 见过两位舅舅 大舅没有留任何情面 直接怒吃道 你还当我们俩是你舅啊 你父母去世 这磨大的事情 竟然不告知我们 林山淡淡地道 既然两位舅舅凑巧 想要送我爹娘一成 那就送吧 大舅点指着林山 差点说不出话来 你这是何意 林山耸肩道 我三次端午 两次过年 都没有去舅舅家 舅舅自该明白 这是断亲的意思啊 还需要多问吗 大舅目不可恶地道 断亲 我们只有你们这两个外甥 你娘更是我们唯一的姐姐 你要和我们断亲 你娘知道吗 林山不卑不亢地道 我娘老糊涂了 知不知道都无所谓 我自己做主 林水走上前一步 冷声道 大哥 你这样子是不对的 太没有规矩了 林山豁然起身 踏前一步 怒视林水 寒声道 我与舅舅说话 你凭什么插嘴 我是敌肠子 父母已逝 长兄如父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这样说话 林水大怒 你 林山冷哼道 我还叫你们一声舅舅 还叫你一声二弟 今天父母出殡 都给我让开 别耽误了时辰 周围都是乡亲 两个舅舅与林水 以及众多表兄弟 也不愿意出丑 让出了一条路 让送葬的队伍前行 他们则是默默地跟在了后面 一直到了坟地时 村里人抬着 观果继续前行 林山却拦住了两个舅舅和林水 以及众多表兄弟的步伐 不让他们进坟地 大舅向前一步 盯着林山的眼睛 林山 我来送我姐姐和姐夫 你却拦着我们 你到底什么意思 林水也是附和道 大哥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先是不通知我和舅舅 我们来了 你却拦着我们 不让我们进坟地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林山眼睛一瞥 冷笑道 父母去世 你不披麻带笑 你怎么好意思进坟地的 林水雨色 嘟囔了一句 谁办丧事 谁准备呀 不是这个李妈 林山瞪大了眼睛 没有回话 直接看向两个舅舅 嘲弄道 两位舅舅 这就是你们眼中的孝子 父母去世 校服还让别人准备 真是懂礼节呀 二就前科了两声 拉了拉临水 低声道 身为子女或者子侄 校服都该是自己准备的 林山却没有让着他们 踏前一步 怒问道 林水父母去世 为何你一个人来 你家娘子呢 你的两个儿子和女儿呢 我 林水彻底没有话说了 林山转身就走 两个舅舅和表兄弟 想要跟着走 可是林山猛然回头 伸手拦住了两个舅舅 大舅舅眉 你这是什么意思 按照礼节 我们是娘家人 不用带校服的 林山点头 确实是 接着 他话锋一转 沉声道 这两三年 我没有去你们家 你们也没有来 自然是断亲了 所以 不让你们进 你们也该明白的 大舅气急 指着林山 手指颤抖 你 周围的人都在看着这一幕 大舅感觉脸上无光 正想强行上去 然而 一个老者拄着拐杖 缓缓地立定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正是林山家里 所在的老村长 大舅也不敢多说 只能恭敬地行礼 老村长常叹一声道 不是不让你进 按道理 你该进的 不过 这些年 老大受了太多委屈 我们都看在眼里 你自己最好还是去了解一下吧 大舅和二舅对望了一眼 毕竟是都活了几十年的人了 知道老村长病非是信口开河之人 或许这其中另有隐情 于是 等葬礼结束 两个舅舅便去打听了一番 这才明白 他们是听了林水的一面之词 让真正孝顺的人受了气 不让他们进坟送葬 也是活该 两三月之后 林水名声噪地 终于 林山得到了自己应有的评价 可是他并不在乎 他只是觉得孝敬父母本就是应该的 林水则是人人嫌弃 以前喜欢乱逛的人只能窝在家里 连他们家的孩子都不受待献 由于林山的孝顺 林山的儿子也被人所知 最后因为孝顺一事 被征召免去考试 免去科举的艰辛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 地府之中 林山的父母受到了惩罚 只因为他们偏袒 让真正的孝顺之人埋没 所以三世未驴 至于林山的两个舅舅 也因为如此 多年以后 一世未驴 林水和他的孩子 更是世世未驴 判官说 人在看 可是 天也在看 地也在看 林山一家 后面生活十分幸福 林山的儿子 可谓是平补青云 至于林山的女儿 在儿子平补青云之前 求取之人便是若译不绝 甚至有不少达官显贵 只因为林山的笑 所谓娶妻娶嫌 还要看对方家庭 所以 林山的女儿纵然不美 却受到很多人的青睐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经商回家 发现妻子过于热情 倒是要小心你妻子 清朝末年 康平县地界有个男子 叫李维 他是个孤儿 父母早逝 他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 在他十三岁城 李寻了各客栈 做了个伙计 这一干就是五年 想着自己赚了些银子 可以拿回去 置办些田地 建个房子 许门媳妇 生儿育女 所以 跟老板接了五年的工钱 就准备回家去 来到熙熙攘攘的街头 五花八门地 看得他眼花缭乱 这几年在客栈干货 几乎很少出来玩 不是在客栈干货 就是帮别的工友顶工帮忙了 因为他身上没有银子 他也怕花银子 自己赚的银子 都有大用处的 拿舍得随便画呀 走着走着 听到一声吆喝 混沌 好吃的混沌 李维听这一声吆喝声 顿感肚子饿得慌 就来到混沌摊位 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要了一碗 混沌吃了起来 吃饱后 就背起自己的包裹 大不留心往前走 他得回去了 不然天黑前就到不了家了 站起身准备走时 发现旁边有个男子牵着一头毛驴过来 男子要了一碗馄饨 李维看着这毛驴肠的真是健壮 那毛色光滑 想着这毛驴干起活来 肯定卖驴 所以就上前询问了起来 这男子现有人想买驴 很是高兴 这头驴才刚刚买来的 准备吃饱饭后 就卖去秃载厂去 据说这驴很是凶残 被农户买走后 不仅不干活 还伤了农户 已经转手了好几次了 价格也是掉了又掉 为了避免引起纠纷 这男子就与李维说 这驴我准备卖去屠宰场 如果你要我就便宜点卖你 不过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买了不许反悔 李维纳闷了 就问道不会是你这驴有什么问题吧 那男子无奈道 驴是没有什么问题 你看长得多健壮 力气也大 就是脾气不好 一言不合就伤人 已经伤了几个农户了 所以我打算卖去秃载厂 李维听他说 驴脾气差 不禁笑了起来 这驴还有脾气 他是不幸的 他也是农户的孩子 从小就在村里长大 从来就没有听说谁家的驴脾气大 会商人 大笑着说道 原来就这事 行 价格少些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就这样 李维花了五两银子 买了头健壮的驴 很是高兴 就赶着旅准备回家去 来到城郊的文和桥头 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 李维往河里一看 原来有个人在河里扑的 估计落水了 李维脱下外衣 就跳下河里 把那人救了起来 原来是一个老伯 他说自己姓张 在城中开了家包子铺 每天收摊后 都会把所有东西用具 搬到河边清洗 第二天清晨才好用 莫承想 今天河水湍急 把蒸包子的蒸笼给冲走了 他急着去捞回来 莫承想 没有财文 花到了 差点就给河水给冲走了 幸好李维刚过过桥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张老伯问道 安人 你这是要往哪里去 李维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张老伯说道 我的包子铺 需要大量的面粉 原本面粉都是在粮食铺子买 为了节约成本 我就自己磨 要不你来帮我磨 刚好你有毛驴 我可以给你两份工钱 或者咱俩一起来经营 多余的面粉 卖去粮食铺去 李维一听 不错 自己的银子买了毛驴后 所剩不多了 如果买了田地 就不能建房子 如果不建房子 那就不能娶媳妇 而且 娶媳妇还要一大笔银子呢 就这样 李维就跟着张老伯 回到了城里 去了他的面粉坊 他们商量 买了很多的麦子回来 每天看着毛驴膜麦子 李维在旁边盯着 时不时加料 把磨好的面粉装袋 送货 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银子也是赚得多了起来 几年后 李维就经营着 一间规模不小的墨房 银子也是哗啦哗啦转 而且这个李维的话 他也是懂得感恩之人 墨房里面需要人手 他就回到村子里面 去招收一些 能吃苦耐劳的小伙来干活 张老伯有个女儿叫张小翠 尝的是名模好吃 很是美貌 更是在张老伯的撮合之下 与李维接成了夫妻 夫妻举案头美 李维经营末房赚钱 张小翠就在家里面打理家务 不久之后 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叫李小文 从此之后 张小翠就相夫教子 李维生意越做越大 经常都要在外面谈生意经上 有时候十天半个月都不住家 时间已长 这让张小翠很是恼火 张小翠有一个好朋友 叫青岚 嫁给街头一户夜星人家 家里生活普通 但是他的相公夜晨光豪赌 本就是不太宽裕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 小翠和青岚 经常都汇聚在一起聊天 一起玩 小翠抱怨自己的相公 只顾着赚钱 不怎么爱他 可是青岚却很是羡慕小翠 家庭优渥 花钱可以大手大脚 不像他为了柴米油盐折腰 城中有个好色之徒叫陈琦 家里条件一般 整天游手好闲 吃喝嫖赌 因此也认识叶辰光 两个臭味相投 很快就混在了一起 有一日 叶辰光带着陈琦来家里玩 碰巧看到妻子和小翠在一起 陈琦不认的小翠 便问叶辰光 那个穿金衣服的小娘子是谁 长得真是水灵 叶辰光抬头一看回道 她是我娘子的规格好友 怎么瞧上人家了 那是城中大户李维的娘子 别惦记了 陈琦笑笑回道 不惦记 就是问问 那李维还真是好福气啊 从此之后 陈琦便偷偷惦记上了小翠 时不时来叶辰光家里 看看能不能偶遇 不过自从那次在叶辰光家里偶遇一次之后 再也没有在叶辰光的家里见过小翠 因为那时 小翠是有事情才去找青蓝的 平常他们出去玩 基本上都不会去各自的家里 他们约在茶馆 或者是在腌制水粉店 有一日 小翠与青蓝约好去喝茶 莫承想 青蓝有失走不开 小翠只好独自一人喝起来了茶 这时 有个年轻帅气的公子哥儿与小翠搭讪了起来 小翠本身就在抱怨生活无趣 这个时候 有个公子哥找他聊天 他是求之不得 原来这就是陈琦 就这样他俩便搭上了线 经常都会出来喝个茶 烟纸铺逛逛 久而久之 两个人就勾搭上了 李维勒还不知道这事呢 小翠更是堂而皇之 把陈琦带回府邸 说是给儿子李小文找来的先生 小翠便与陈琦混在一起 时间一长 府邸下人也看出了不对劲 为了自己的饭碗谁也不敢多多一句话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维回来时候陈琦就是一个正经的先生 所以李维对他还是蛮客气的 毕竟自己没有读书也是吃了墨读书的亏 他希望自己儿子能够从小接受教育 好好读书还大摆宴席 陈先生 李某敬你一杯 以后玄子小文就拜托您了 陈琦战战兢兢 应该的 李老爷别客气 这一顿饭吃的陈琦是大汉淋漓 进退两难 李维这次在府里多住了一段时间 有一次管家忙去了 他想去厨房看看 交代厨娘明天要请客 让他们多杯些菜 才走到厨房门口 就听见里面的说话声 你说老爷这魔善良之人 为何夫人要欺骗他 唉 真是可怜啊 是啊 老爷常年不在家 府中事务都交给夫人打理 夫人还真不是人 这样算计老爷 把香好放在眼皮子底下 李维听到这就稍稍走了 当天晚上就让夫人收拾东西 夫人 对不起 原本以为这次回来 能够多陪你积田 莫生想 分号那边出了点事情 需要我亲自去处理 你再加带好咱们的儿子 乖乖等我回来 就这样 李维背上夫人准备的包裹 就匆匆走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 小翠偷偷来到陈奇屋子 陈奇赶紧上前抱住他说 小翠 你来了 真是想起我了 这几天李围在府邸 看着你们俩 轻轻我我 心里难受极了 两人就在屋里说起来话 不多时 屋子里就传来儿童不一的声音 此时 大门被人一脚踹开 小翠 相公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说要去 小翠恍然大悟 跪在李维面前说道 相公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只听县李维说道 我不会对你怎样 毕竟你爹对我有恩 明天我就送你回去 至于他 哼哼 来人 把这人丢打出去 就这样陈旗 被打得鼻青脸肿 奄奄一息 丢在街头 第二天 李维就派人 把修叔和小翠 一起被送回了张家 张老伯气得垂胸顿足 造孽啊 我张家怎么会出这样的女儿啊 把我这老脸都丢尽了 张老伯把小翠灌在屋里 哪里都不让他去 每天安排下人 送来三餐饭菜 这给李维的打击很大 温婉的妻子 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很是难过 不过同样伤心难过的 还有他们的儿子 我要娘 我要找娘 小少爷 快来吃饭吧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 呃坏了可不好啊 伺候的婆子说道 我就不吃 我只要我娘 李维走过来 接过饭碗 对儿子说道 小文 只要你吃饭 我可以考虑带你去找你娘 真的吗 真的 李维很是纠结 一边是儿子想要娘亲 想起自己 从小就是孤儿 看到别人家的孩子 有爹娘疼爱 就算生活苦一点 也是幸福 每次看到爹娘抱着孩子 很是羡慕 迫切需要亲人的关爱 所以 不想让儿子跟自己一样 成了磨娘的孩子 小文很快就把饭吃完了 李维只好把他带去了张家 张老伯看到李维 很是愧疚 说道 李维 我真是抱歉 教育无方 也是给我宠坏了 从小就磨了娘 所以 就想把最好的都给他 哎 李维 岳父大人 说实在也有我的不是 常年经商不在家 给他的关爱太少了 我想给他一次机会 不想小文难过 就这样 善良的李维为了儿子 为了一个完整的家 不计前嫌 把小崔接回来了家 希望他能够痛改前妃 好好在家相夫教子 做个好母亲 好妻子 小崔也保证 以后会克尽本分 做个贤妻良母 李维 现在很多重要的事情 都慢慢交给了手下掌柜座 他尽量在家 多陪伴妻儿 不过偌大的产业 全部交给掌柜 终究还是不妥的 几个月后 伙计来报 老爷 老爷 我们有家分号出事了 据说管事 掌柜狼狈未歼 卷款跑了 如今很多的客户 都找到总店来了 您快去看看吧 李维生意越做越大 各个县城都有分号 分号的管事 掌柜都是在手下培养多年的 也是考察多次 但是接触到权力 金钱后都变了样了 李维没办法 只能火急火燎的赶到总店处理 当事情处理完后 已经一个月后了 因为这里头错综复杂 为了防患未然 他把所有分店也都走访了一遍 一天刚出分店的门口 就看到一个乞丐晕倒在地上 李维赶紧上前查看 又喊来电离火计 乞丐背回铺子 请来大夫诊断 大夫说道 没石磨大碍 估计是累的 一个时辰后 乞丐醒了过来 得知是李维救了他 很是感激 他说自己是云游四方的道士 只是太疲惫了 就昏睡了过去 李维看着像是乞丐的道士 说道 如果大食不弃 去彼人府邸 休息一日 明天再出行可否 道士沉思片刻后 说道 那就多有打扰了 李维热情招待了道士 两人一见如故 聊到了很晚 原来这就是有名的张真人后裔 道法高升 喜欢云游四海 张道士在李维府上休息了三日后 准备离开 李维就把他送到了城外 大师 下次经过康平地界 一定要来府上一句呀 张道士说道 放心吧 李老板 你那么热情好客 频道一定会来贵府讨杯酒喝 就这样 两人就准备分开 突然张道士停了下来 回头说道 回去后 千万别和夫人给他酒水 切记 李维纳闷道 这 李维在抬头时 道士已经走远了 李维赶着马车 回到了铺子 忙生一去了 最近在货园上出了些事情 他得好好把控 一定不能在品质上出问题 近两年都有跟官府合作 在品质上都得亲手抓 为了官府合作 他可是下了血本 所以不能掉以惊心 都得亲力亲为 经常忙到深耕半夜才回府 这时候 夫人孩子都休息了 为了不打扰夫人休息 他都是住到书房 早晨起床后 李维想着铺子还有事 就没想吃早饭 夫人喊住他道 相公 吃了早点再忙吧 我怕你身体受不了啊 说完就端来 一碗米粥过来 相公 快吃吧 这粥我亲手熬的 李维县夫人如此热心 便坐在餐桌旁 喝起来了粥 她可是第一次 吃夫人做的食物呢 当年成亲时 张老伯说过 自己女儿从来就没有 做任何活计 成亲后要多包容 所以李维高价 挖了酒楼的大厨过来 照顾自己和一家老小 李维喝完粥后说道 多谢娘子 辛苦了 夫君我出去做事了 小翠 相公 晚上回来吃饭吗 我尽量早点回来 李维回头说道 李维只要不忙 都会回来与妻儿一起吃饭 不过最近实在太忙 根本就抽不开身 回来时都很晚了 小翠 最近在家很少出门 现在儿子送去私塾读书了 他无聊 就学着做女工 打发时间 偶尔出门找青岚一起闲聊 日子过得还可以 傍晚打烊了后 铺子管事 老爷 城中王老板说 与你一起吃饭 一起商议 与康宁县令的合作事宜 李维想也没想就说 推到明天中午 以后晚上尽量不约客户 管事应了一声就出去了 李维批下管家 自己赶着马车就回去了 到家正好赶上吃晚餐 小文看到爹回来 扑了上去说道 爹 你可回来了 我和娘都等好久了 李维对着小翠说 娘子辛苦了 小翠说道 快坐下来吃饭吧 说着 还热心地给他断了一碗汤 继继续说道 相公 你天天在外面辛苦了 这是老餐汤 快趁热喝了补身体 李维看着汤 飘着浓浓的老餐味道 正想一口喝下时 突然想起老道士说 别喝你妻子的酒水 这个汤有什么问题吗 小翠拿了一个勺子 舀了一勺喝了起来 说道 刚好不烫了 快喝吧 相公 见此 李维只能一口喝下了餐汤 饭后 李维去了书房忙碌了起来 只是太累了 就趴在书房的桌上睡着了 半夜里 突然有人来到了书房 李维此时醒了过来 但是假装沉睡 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只听见一个男子说道 夫人 这要确实管用吗 小翠 当然 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 跟老和尚要来的 可是 刚刚你也喝了餐汤啊 男子说道 餐汤又没毒 只是于早晨的周相克 才会导致中毒 小翠回道 李维呀李维 这可是你自找的 以后 你就只能一辈子躺在床榻了 我知道 你重视你的生意 不过你大可放心 杨掌柜会帮你打理好的 而且不是还有我吗 小翠叙叙叨叨说道 李维暗想 杨掌柜怪不得呀 原来张掌柜当初是小翠介绍的 说是朋友的表哥 没有活干 就介绍到了铺子 而且活干得好 成长进步很快 表面看起来时长 李维才把他提为掌柜 管理铺子 幸好李维一切都亲力亲为 前段时间就发现 有人冒充铺子暗度陈仓 在外面私自开了铺子收钱 让账目一直对不上 李维多藏了一个心眼 收集证据 如今一切都大白了 李维假装中毒昏迷 第二天一早 偷偷让管家报了官 当李维出现在小翠和张掌柜面前时 张掌柜直接吓得一个跌倒在地上 你你老爷李维胆子如此小 还敢做坏事 原来那个道士怕他不听话 所以给他一剂解毒粮药 所以吃了那些东西都没事 很快牙一来人 把一行人带到了公堂 经过审讯 原来张掌柜也只是个傀儡而已 原来一切都是陈奇 勾结城中的粮食老板王老板做的 之前的分号出现的品质问题 也是陈奇暗中找人做的 可以说为了报私仇 真是不择手段 这一切小翠并不知道 他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把他的生意搅黄了 所以才会与张掌柜勾结 他不知道陈奇也参合了进来 不过小翠再怎么狡辩 也没有用了 县太爷已经结了案 全都被关进了大牢 在粮食上动手脚 那是死罪 谁也救不了 李维很是懊悔 当初就不该原谅他 如果不接回来 就不会如此执迷不悟 走上一条不归路 后来 李维散尽家财 带着儿子 找了一处默认识的地方 重新开始生活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